阿姨啊 洗脚水饭好了啊 你爱心去死吗 是你 你给我去死 对啊 阿姨啊 阿姨 阿姨你又怎么啦 我们到时候要吃什么啦 吃什么 去就去饭啦 成为媳妇 面啦 阿姨你要吃面啊 我现在去煮面啊 因为语言不同 让很多来到台湾生活的新住民闹了不少笑话 尤其是像画面中的婆媳问题 更是层出不穷 协助新住民早日融入台湾的生活 台中市民政局开办生活适应辅导班 以及机车考照辅导班 这个在台湾里面因为语言的隔阂啊 确实有说婆婆跟她的这个媳妇之间的沟通啊 有时候是会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这些不管是考照班或辅导班 我们都希望说家里的人可以陪她一起来 那这样婆婆就会知道你的媳妇来做什么 不管是来上課还是来驾驾驾 来准备科技的 你都知道说她就是来做这个事 那透过两个人一起的共同出来 也能够让他们在观念沟通上啊 还有在感情上啊可以更加融洽 今年首度开办的机车考照辅导班 主要是协助新住民用浅显易懂的方式 了解台湾的考照制度 一旁除了会有人协助之外 考照前也会有练习 让新住民们轻松拿到驾照不是梦 之前我是考那个中文的 那现在目前越来越方便 所以我们各国的语言啦 那时候我们就是考中文 那时候有人是你的手机把你的吗 当时还不像现在就有可以上课这样子 那时候我就买一本书回家自己练习这样子 所以现在简单会方便 对现在很方便 非常好 为什么说非常好呢 对 为什么说很好 因为说会符合我们的要求啊 像我这样的需求这样子 对 那到了市区来接驳的话 又有到年底又会有这个iBike 就是主任自行车 那他可以透过主任自行车来做转秤 或者是到他要去的地方 因此台中市的大宗艺术系统 现在的这个密度还有它的规模 其实是再加上考照班的这种推动 可以让新住民在台中啊 完全没有行的障碍 而会行的非常的顺利 开课地点涵盖29个行政区 让新住民们能就近上课就近学习 完全免费的服务不仅贴心 也让新住民早日了解台湾文化生活无障碍 金友军台中采访报导